我想给大家说一说 怎么正确的去相亲 就有些女生对于相亲 她真的是有极大的误解的 整个认知真的是错的 首先第一点 相亲不是来找感觉的 是两个人都看对了眼了 都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说相亲是给男生提供一个认识你 追求你的机会 然后还要跑一遍恋爱流程 相亲的目的是为了结婚 而不是让他去讨你欢心 追你然后谈恋爱 这个不是正确的相亲规则 很多的女生就觉得相亲 你不得追我一下吗 你不是相踪我了吗 就不应该追一追吗 然后你们建立感情 培养感情这个过程当中 看彼此合不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 就会往下一步的关系去推进 对吧 去确定关系去结婚 所以姑娘们别太矫情了 别觉得就是我过来 就是给你个追我的机会 还真的不是 如果你非要给他增加难度的话 这个男生肯定就下一个了 然后第二点 相亲不用一面定生死 尽量给对方一点机会 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 我们排除一些极端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男生是个奇葩 上来就动手动脚的 或者说推销产品什么等等这些 那除了这些奇葩的相亲男之外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不能忍受的 小细节上的问题 让你不舒服 或者第一印象比较差 或者说话不太投机 然后男生哪句话没说到你心坎上 哪句话踩到你的雷了 或者说两个人聊着聊着 就相互输出价值观了 开始摆着起来了 甚至是上升到了三观问题了 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就可以pass了 这种就是下判断太早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印象它确实很重要 但是它并不绝对 很多男生真的是 他没有被培训过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天 因为他首先不了解你 你们是陌生的朋友 想第一面就留个好印象 特别难 你想第一印象就能有一个特别好的 能够出现一个灵魂伴侣 那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 要知道这个感情的培养 它是一个过程 就没有那种天生 对这个相亲第一次见面 就拿捏得特别好的人 第一次见面的意义就是互相了解 为了促进第二次见面 所以大家不要太关注那些小细节 如果整体上你觉得这个人人格上 性格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条件也合适 能够继续见面 那你最起码要给这个男生几次机会的 那么有些女生其实真的是很苛刻的 他觉得见第一面 这个男生没有感觉 他就不会再见了 说实话如果这样的相亲的话 不是说不给男生机会 你是在不给自己机会 明白吗 你真的是亲手在断送自己多次的姻缘 第三点 就是多给男生一些正向的反馈 如果说你相中了这个人的话 你千万不要 我闻思不动 我等着男生完全主动 等他来追我 千万不要 你要给男生一点信息 就是说你觉得他也不错 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 跟他继续交往的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男生前妻送你一个礼物 或者说他精心的去安排你们的约会 去非常高档的餐厅 你也要懂得回馈的 时不时主动给男生发个信息 主动去约男生 也给男生准备一个小的贴心礼物 对吧 那完了 你再给男生一点信心 那我想说的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来到相亲市场的男生 如果你看上了他的条件 那么这个男生他对于追女生 沟通方面 他肯定是欠缺的 不然他这种条件 他早就结婚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相亲当中这种条件好的男生 他其实要求是特别高的 就是因为他不懂女生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 就条件也不错的 女生也有流入到相亲市场的 他们可能也是因为 社交圈太小 真的不太懂 怎么跟男生相处 有一个女生就这样 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跟男生相处 整个就是在靠幻想 靠电视剧里的情节 靠那些毒鸡汤的支撑 这个太吓人了 没有男生说话 能说到你的心坎里 他做事能做到你的心坎里的 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虫 有那么了解你吗 那这种内型的小公主 真的你要提升一下 情感方面的认知 对于相亲有任何问题的 比如说 相亲怎么穿 怎么聊 怎么选约会的地方 怎么推进关系 我可以来教大家 如何高效的去相亲 而不是无效的去相亲 太浪费时间了 按照你们那个相亲方式 你就相一百个 都找不到老公 明白吗